這個實驗我們會做一個看得到的磁場 包裝袋裡面會有一包鐵粉碎 還有兩粒磁石和一張紙 磁石很正常,會雙吸或者互相排斥 我們先試做一個雙吸 雙吸的時候會是這樣的 我們就把它拉開 分別將這兩粒磁石貼在白紙的中間 另外這粒不會黏得太近 我們大概預留3-5cm的位置就可以了 例如這樣 也都黏好了 黏好之後就可以把紙反轉 現在都隱約看到兩粒磁石在這兩個位置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粒磁石灑在白紙上 我們可以慢慢地灑上去 灑上去的時候,大家都可以留意 鐵粉向哪個位置走去 你會看到它們都會沿著一定方向 這樣可以讓一些被灑上去 被灑上去 灑上去之後,我們可以輕拍紙 這個時候都可以留意鐵粉究竟向哪個方向走去 其實它們走的方向,路徑都是屬於磁場 我們可以再增加多一點 我們可以再增加多一點 我們現在都勉強看到有些磁力線 例如中間這裏 旁邊這一條 這裡也有一條 這個實驗都需要給大家耐性慢慢地灑上去 這樣才會做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除了現在我們做兩粒磁石是雙吸之外 我們可以試一試做一個互相排斥的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再嘗試一下